单身厨师趁女人丈夫不在家 第九十九次给他送好吃的 邻居见状流言四起 这屋里头呀 一个死了老婆 一个丈夫不在家 有戏 这他 干柴烈火的 一点都早 男人当离开女人的丈夫三宝就回来了 猴急地把妻子小凤推进屋内 准备亲热一番 怎料次日三宝就被邻居发现 死在了自家桂花树下 武座验尸后发现 三宝脖子上的伤口很细 凶手下刀的位置精准 应该是经常用刀的人 而且用的是一把很锋利的刀 恰好他们在现场发现了一把磕刀 跟死者的伤口相符 随后县令从死者邻居口中得志 三宝的妻子小凤跟厨师郑太关系暧昧 恰好现场的磕刀就是郑太 而且他的手上还有伤痕 于是郑太和小凤当即就被关进了大牢 但他却只喊冤枉 小明没有杀人 小明平时连气都不敢杀呀 一派胡眼 一个厨子不会杀鸡 骗得了本官吗 火轻火口都是别人杀 我只管做菜 你可以去查问 那瓶小刀是小明雕花用的 随后县令从郑太口中得知 他连牢房中的老鼠都不适合磕子 于是认为他是个心善之人 不至于会拿刀杀人 而一同被关进大牢的小凤 平常也是个心善之人 虽然自家也不富裕 还经常自己饿着肚子 把食物省出来街际路边的乞丐 并且他还把女儿教得很懂礼貌 县令认为他也不太可能杀害自己丈夫 但又找不出其他证据 于是只能把他们一直关在大牢 而遇使周大人得知案情后 认为不能排除郑太和小凤的杀人嫌疑 县令随即表示 凶手还在死者衣服上留下了两行字 周大人便把这些字写在纸上 让郑太辨认 但他却表示自己不认责 因此周大人已经基本确认 凶手大概率不是郑太 但三宝一家并无仇人 家中还一瓶如洗 那么凶手为何要杀他们 眼看案子仍然没有一点进展 周大人索性破罐子破摔 直接命令郑太做了一桌好菜 并将他和小凤一起押出了牢房 你们俩犯了死罪 就是本大人给你们备下好吃好喝 慢慢想 大人 案子还没审定呢 怎么就让他们喝断头酒了 周大人表示看他的安排即可 随后郑太和小凤被关进屋子吃断头饭 周大人则带着所有人在门外听抢脚 这才知道两人是因为遭受毒打 才迫不得已承认他们之间有奸弃 其实两人之间是清白的 三宝不仅经常不回家 也没往家拿过一分钱 郑太是可怜他们母女 才会经常去给他送吃的 而案发的前一天 郑太刚从他家离开三宝就回来了 还声称自己发了大财 怎料小凤打开他庄前的包袱后 才发现里面装的全是石头 这才明白他是为了在外人面前炫耀 假装自己赚了大钱 小凤当即对他失望至极 你拿他养家糊口 骗你怎么啦 老子还打你呢 打死你 郑太表示当天自己看到三宝进屋了 为了不让对方误会 他就躲到院里的桂花树上 后来他听到三宝打小凤的声音 当即便掏出了小刀 恨不得冲进去把三宝杀了 但却被刀子割伤了手 从树上掉了下去 刀和装刀的袋子也找不到 他只能暂时先回家 怎料次日他准备去找刀石 竟发现三宝被人杀了 而他自己莫名其妙成了杀人犯 此外小凤还提供了条线索 三宝当天确实带回去一个宝贝 说是敲竹人刚从小猪身上割下来的 男人吃了大补 随即让小凤给他煮了当下韭菜 被拒绝后又给了小凤两耳光 众人听完他们的话后 都认为两人应该确实没有杀人 因为他们既然认为将被杀逃了 那么就不太可能会说谎 再加上正太并不实责 也不符合凶手的特征 为了验证两人的话 周大人再次来到三宝家仔细勘查 这次小扣子从树上找到一个袋子 打开后发现里面都是敲珠用的工具 袋子上还绣了个珠子 周大人认为这八成就是凶手留下的 于是便跟思琪一起打扮成萌糊 到街上到处找敲珠酱 最后从一个铁匠口中得知 之前有个叫猪四的男人 经常在这一带给动物做绝育 不过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他 随后周大人根据铁匠提供的地址 找到了猪四的家 现在他已经改行卖晚年了 当周大人看到他的字后 立马就断定他就是凶手 因为他的字迹跟三宝衣服上的遗旨 立即抓住他带回了县衙 县令随即升堂办案 当周大人把他袋子里的刀 拿到他面前 再加上三宝身上所穿的衣服 他立即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 原来案发前一天 他正在街上敲珠时 三宝跟他炫耀自己赚了大钱 他没好气地把对方赶走了 没想到三宝 竟把自己割下来的珠宝给顺走了 气不过的周四去找三宝算账 在门外听到对方要把银子埋到树下 他一时鬼迷心窍爬上了树 却被埋银子的三宝发现 随即跟自己打了起来 混乱中周四不小心把三宝杀了 这才发现对方埋的竟然是石头 可此时后悔已经晚了 他赶紧趁着叶子逃跑 但之后再也用不了刀 案情到此真相大白 朱四一时剑前掩开 却葬送了三宝和自己的信任 不义之才千万不可轻易触跑